嗨 评观点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讲其他最热门的人物 叫做谭德赛 特赛 特别从他网路上的资料去查了一下 他是属蛇的 生肖的理论来说的话 蛇 首先第一个月份呢 是隐月就是老虎月嘛 对不对 所以谭德赛这个人呢 从1月份开始也是从武汉肺炎开始呢 其实就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人 所以一开始呢 他能量好像很高 全世界都听他的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最后的结果是蛇尾 这个肺炎的发生时间呢 是在老虎月 所以注定了他这一次呢 悲惨的事件开始 那到2月份就是卯月呢 欸 卯呢 跟蛇呢 是一个呢 非常合的月份 所以你会发现啊 谭德赛先生啊 在卯月的时候呢 不管人家对他有为耻也好 或对他怎么样也好 到最后呢 哎呀 还是听你的啦 还是相信你啦 因为那个月份对他而言呢 蛇吃兔子嘛 所以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现在是亲民哦 谭德赛先生为什么最近那么嚣张 因为 亲民就是龙月嘛 龙嘛 他是一条蛇啊 想要化成龙啊 所以他炮火就开始上来的 不管他再怎么不对 欸 我是King 我是王 你们总是要听我的啊 对不对 何况这个月份是龙啊 我要化成龙啊 对不对 可是呢 他不是这条龙 他是那个龙包的龙 所以这个月份来讲的话呢 如果谭德赛先生呢 一而再 再而三的 这种气焰嚣张的时候 谭德赛先生在下个月开始 也就是立下5月5号以后 哎 黄老师很大胆的预测哦 有90%的几率呢 可能就要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年论4月 也就是说我们的谭德赛先生呢 要当执事生要当两个月 哇 你觉得他当这两个月的执事生 能够当得下来吗 但他落在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应该是落在6月 就是端午节前一个月份 所以黄老师大胆预测哦 5月底以前 他应该要下来的 这几率是90% 好 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 清明 不是就一天而已 他是一个15天的节气 那么从清明 也就是4月5号到5月4号之间呢 叫做成月 我们不叫农历三月 也叫做成月 成这个字呢 就是龙的意思 龙 那也是春天最后一个月份哦 好 那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从清明以后呢 这天气呢多变化 大家多小心一点 那成这个动物呢 基本上在12生肖里面呢 是变化莫测的 也就是说呢 开始慢慢形成两个集团哦 好的会继续好 不好的会继续不好 那要怎么小心呢 总共有三个生肖呢 要注意 第一个呢是老虎 不过老虎呢不要太紧张 因为呢老虎对老虎而言呢 是属于 忙碌的阶段 因为龙争苦痛嘛 那么这一次老虎呢 在斗呢 不见得会斗输哦 因为呢今年是老鼠 有老鼠在后面呢 暗中帮忙 所以呢你的忙碌呢 是很正常的事情哦 所以忙碌对你而言呢 反而是好的 但是呢 好的坏的机会呢 都来了 你要好好筛选 不然你筛选错了呢 你还是亏损 这样了解了吗 尤其是投资的部分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那第二个生肖呢 是什么呢 那就是狗啦 为什么是狗呢 12生肖当中呢 龙的死对头呢就是狗 那么狗的部分 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要 直球对决 为什么呢 因为狗经过上个月 暗中贵人帮助以后 那么反对你的力量呢 这个月呢 会反扑回来 我们举一个例子 川普呢是1946年 民国呢35年 35年的话就是属狗 简单讲 川普在这个月份呢 他是跟龙呢 是对立的 是对冲的 既然是对冲的话呢 他就必须要直球对决 每一个东西呢 他就必须要直接面对 直接解决 所以这个月份 对川普而言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月份 如果你直球对决 能够OK的话呢 就好像把对手三振一样 那多好呢 要了解哦 棒球场上面 直球对决 能够三振对方的 都是拉弓哦 这样了解了吗 当然呢 如果你的直球对决 是红中球呢 被人家打一棒出去呢 那你就毁了 所以我认为川普今年 能不能够竞选人认成功的话呢 就在这个月份 就决定了后面 半年 所有的一切了 要记住 直球对决就两个 一 三振对方 把事情呢 解决 好 变成怎样 一分险胜 一分险胜也是胜 好 那第二种呢 就是你的头呢 直球呢 太铁了 太红中了 被打出全雷打了 那你就over了 叫做再见全雷打 所以这个月份呢 对 川普而言呢 就是九局下半 两人出局满雷 你只有赢一分的情况之下 你要特别小心 好 那最后一个生肖 那当然就是他的本命月啦 哪一个月呢 我成就是龙嘛 对不对 所以属龙的人 这个月呢 就是你当执事生啊 当执事生没那么轻松的 你要喜欢的不喜欢的呢 你摸的皮子也得去做 所以本命月当中呢 你要静下心来 尤其这个阶段当中呢 静心平气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英国首相强生 他是53年次属龙 各位你会发现又来了 欲兔借龙云里去 上个月开始呢 他就已经神智不清了 为什么 弄个佛系的理论 但是呢 他是属龙的碰到兔子 他自己本身就要小心了啊 对不对 但是他无所谓 我是龙啊 对不对 我是龙霸天下 我怎么可能会中呢 对不起就是中了 怎么会中的 清明左右 清明左右一再强调 就是他本命月啦 所以这个月份呢 是他的本命月 他要属龙 所以或两极端的变化 什么叫两极端呢 通常太岁 当头无获必有哉 我预估啦 要好转的几率 你要等到5月19号左右 为什么 因为5月19号是谷雨 从现在开始到5月19号左右呢 大概是他生命当中呢 最漫长的一段时间了 最后呢 我们要讲这个月份当中 谁呢 哪一个生肖当中呢 会是最好最有利的 那就是我们属婆的朋友啰 为什么呢 记得我们上一集还是上一集 我曾经讲过哦 属猴的在卯月的后半段呢 叫做黎明前的黑暗 哦 跟你讲现在听亮了 因为是陈月了 陈是龙嘛 龙跟猴呢 是三合 不仅三合呢 他还跟今年的生肖的老鼠呢 又合 生子成三合嘛 生就是猴子 成呢就是龙 那子呢就是老鼠 所以这个月份来讲的话 从4月5号开始呢 属猴的朋友呢 你是发光发亮 而且呢集所有大臣呢 通给你的 讲白一点好了 今年当中你最好的月份呢 就是这个月份 要说也要好好把握 所以呢不是剪到枪而已哦 你应该是剪到盒子弹 甚至于呢雷射光都有了 那我们的代表性人物是谁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蔡总统啦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呢 最近蔡总统 真的是发光发亮 红的不亮 蔡总统的名字当中有什么特色呢 除了他生下在这个月份 会非常的顺畅以外 所以我们曾经说过 无关的人 就是正关偏关三关 都没有的人 是反应非常快的 第二个 无关的人呢 他是环境影响 比如说这个环境呢 是个自由生 他就变自由生 这个环境呢 是个放牛班 他就变了放牛班嘛 对不对 那最近的疫情当中 我们台湾是自由生还是放牛班 当然是自由生啊 对不对 所以他当然气势就忘了 这第一个 无关是很容易呢 顺应这整个环境的 那第二个呢 他有两个正应 正应这个 有正应的人 通常都是心软的人 那通常正应的人呢 也比较会去替别人着想 或者是照顾人家 那主要讲的是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总统有两个正应 所以他对于他所喜欢的人 信赖的人 他是非常的心软 非常的仁慈 可是对他不喜欢的人来讲的话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 甚至于呢 不屑 我们可以讲说是一种残酷的意思啦 那么他还带于比肩 比肩 比来比去的比肩绑的肩 比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爱计较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很要求公平的人 你今天怎么对他 他是怎么对你 所以呢 国际局势也如此啦 人家对他好的 他会返回回去 如果你对他差的一直压他的呢 对不起 我就跟你一刀两断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你了解蔡总统这个人的话呢 事实上你只能够用软的 你不能够用硬的 你当你用硬的时候呢 他更倔强的 更何况他属于新时代理性 你根本压不倒他 所以蔡总统这个时候呢 他捡到核子弹以后呢 原本他的运是走到病运的 就他个人而言呢 是往下走的 是不太好的 不过呢 这是富贵险中求啦 照理说国运呢 也是属于在病运的部分 可是呢 因为这是武汉 费钱的关系呢 反而把国运呢 提前呢 降到最低的 那我们常常讲说 匹级看来 就是要先坏 要坏到底 所以像今年呢 无薪假也好 或基层人员也好 他都已经是坏到底的阶段了 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 我预顾呢 会到明年中 也就是说 从现在夏天开始 到明年夏天呢 整整是一整年的时间 所以蔡总统你要想一下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你要先照顾谁 要先照顾 庞大的百姓当中 先让他能够保 记住先让他能够保 尤其呢 基层生活的人 像是我们没有大公司保佑的人 保护的人当中 你要特别去照顾他 那么我们的国运呢 才能够在明年呢 扭转乾坤往上走 但是今年到明年的夏天当中 是不好的阶段当中呢 也不要太紧张 应该最差最差 就是落在中秋节了 这个中秋节以后呢 我们的国运呢 是从谷底呢 会慢慢往上爬 这是及格呢 是在明年的夏天 我讲的是全部 尤其是基层方面的事情 那至于大公司的话不用讲 大公司从冬季节以后呢 就开始往上爬了 所以基本上是大公司先好 接下来是平民百姓 这样子国运呢才能够扭转乾坤 所以 所以体积泰来 所以不要紧张 最差最差最差 就是这个时候了 好 这是跟大家讲一下 让大家安心一下 不要紧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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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